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条视频是一个商业炒作 主要目的是宣传自家的物业管理公司 在发现自己引发了巨大争议以后 这个姑娘发布了澄清视频 说自己只是个二房东 大部分房子都是收购和乘租来的城中村 小部分有产权 大部分都只有租赁权 而且每栋楼的租金也没有传言的50万那么多 每月只赚几千 甚至控制赔钱的房子也不少 至于说白手起家这个说法 大家吐个乐就行 这D姐说她在2015年读大三的时候 靠帮别人出租房屋赚了第一桶金 慢慢攒钱买她的第一栋楼 但是广州2017年就已经房产限购了 这D姐只有两年时间来攒第一栋楼的钱 当然现实中的D姐的确有无小的生意 D姐真名雷迪 2017年开了一家物业管理公司 主营业务就是城中村公寓改造和租赁服务 从2018年开始 雷迪在抖音上宣传自己的公司 但是没有什么热度 今年雷迪招聘了专业人员来给自己拍视频 专业团队物有所值 雷迪晒楼 晒钥匙 晒名人合影 视频登上了所有媒体平台的热榜 雷迪的抖音粉丝也送三万多暴涨了二十万 成功把自己打造成了一个小网红 但无论怎么包装 雷迪也只是二方弄 这样的角色在当地很多 广州市白云区常住人口三百万 户籍人口只有一百万 外来人口消费水平低 住不起了整套的公寓房只能合租 但是往往又找不到熟人一起合租 所以要找这些拥有大量成功村房间的二房东 从他们手里租一个房间 我们办公室的伟恩同学做过类似的生意 我请他来介绍一下经验 我之前在悉尼读大学 见过有不少留学生都靠分租房子赚了钱 最终在悉尼买了房 我读大三的时候也插手过类似的生意 借钱整租下一整套房子 自己睡客厅 然后把其他房间分租出去 每个月除了自己白住 也不用出水电网费 还有点赚头 但是雷迪姑娘很年轻 不像是一个积攒了几十年人脉的老牌二房东 她能拿到四百多栋楼的房源 只靠借钱可能还是不够的 很可能动用了杠杆资金 一旦入住率不足 或者债主回收资金 就容易造成资金链断裂 最近因为疫情 房屋的出租率都在大幅下降 几乎所有的长租公寓都在面临亏损 雷迪的生意肯定也不好做 所以雷迪在抖音上炒作自己 一方面是宣传自己的租房公司 要提高入住率 另一方面也可以向债主展示实力 请他们不要着急回收钱 广州市一线城市 几百亿身价的富豪不少 财经新闻经常报道更夸张的资产交易 为什么雷迪的四百套房 会引起这么大的争议呢 在阶级社会 仇富是必然存在的现象 但是雷迪是属于那种最惹人恨的富人 因为她坐地收租 不创造财富 大多数企业都是产业资本 虽然存在剥削 但是给社会制造了财富 给年轻人提供了就业机会 所以大家虽然看资本家不爽 但只要不过分 平时还是可以接受的 而房主和地主一样 不用创造财富就能坐地收钱 这是分件剥削 所以大家最看不惯 有机会就要骂 另外 前几天的后浪事件证明 用视频单方面吹捧富裕阶层的生活 必然不得人心 雷迪老板的三无视频 比后浪过分十倍 被集火是必然的结果 接下来我们把视角放到整个亚洲 4月23日 扎克伯格出资57亿美元 投资印度最大电信运营商 换取9.9%的股份 交易达成后 印度信实工业集团股价大涨 老板穆克什安巴尼的身价 再次超过马云 成为亚洲首富 维恩同学 你给大家介绍一下这笔投资吧 扎克伯格投资印度电信公司 原因是这家公司的手机非常畅销 可以用来推广Facebook和Instagram 穆克什的电信公司 名字叫做Reliance Geo 2016年开始提供4G服务 当年9月 Reliance Geo就拿出了 史上最便宜的4G套餐 免费使用半年 然后每个月10块钱 就能拥有无线流量 同一年的12月 Reliance Geo 推出了他们自己的半智能机 GeoPhone GeoPhone运行的是KOS系统 比安卓系统弱很多 只能运行一些 类似微信小程序的H5应用 玩王者荣耀是肯定不够的 但是KOS系统有4G和WiFi功能 也能够运行定制版的推特 Facebook和谷歌地图 甚至还可以玩精灵宝可梦GO 这样一款手机 只卖160元人民币 使用三年还能全额退款 对印度的消费水平来说是非常合适的 依靠免费策略 Reliance Geo在一年内就获得了 接近4亿4G用户 超过中国联通 扎克伯格就是希望这4亿人 也能用自己的软件 电信行业的投入非常高 做手机的成本也不低 Reliance Geo这种免费策略 真的能够赚钱吗 前几年国内的打车软件 外卖软件 疯狂补贴用户的时候 其实也是这样的 都是烧钱赶走竞争者 垄断之后总是有办法赚钱的 这其实就是个比谁钱更多的游戏 在印度 没有人能比穆克什安巴尼更有钱 因为它是印度最大的石油巨头 控制着世界上最大的炼油厂 2018年12月 穆克什嫁女儿 婚礼花费了1.5亿美元 请希拉里和宝莱乌明星阿米尔汉当嘉宾 仅仅请碧昂斯现场唱歌 就砸了2000万美元 穆克什在孟买市中心的27层豪宅也很有名 花了10亿美元 有3个直升机起降台 6层车库 里面住了600个仆人 但是他觉得风水不好 建成以后几乎不住 这次他进入电信行业 目标除了赚钱 还要打败自己的亲弟弟 2002年7月 穆克什的父亲 迪鲁巴伊安巴尼突然去世 没有留下遗嘱 他的信实工业公司 是印度最大的私营公司 总资产168亿美元 利润相当于印度所有私营公司的30% 父亲去世后 穆克什成为信实工业的主席 弟弟安尼尔当总经理 2004年 两个人彻底翻脸 弟弟安尼尔带着6个董事辞职 同时向董事会和法庭举报 穆克什行贿 做假账 接下来的一年 印度报纸的热点都是兄弟分家 最后印度财政部部长亲自出面 希望兄弟和解 2005年2月 两人一起给母亲庆祝70岁生日 母亲要求和解 到了6月 兄弟两人达成分家协议 兄弟两人加上母亲 各拿走30%的资产 剩下10%分给两个姐妹 其中哥哥穆克什拿到的是石油化工业务 而弟弟安尼尔掌控信实能源和信实通讯 弟弟安尼尔继承的信实通讯 是当时印度第二大电信企业 市值上万亿录入 早在分家之前 弟弟就率领信实通讯进入移动市场 大幅降价 手机化费比固定电话还要便宜 打垮了传统电信公司 2003年 安尼尔押注CDMA 到2006年底制造了4000万CDMA运户 其中信实通讯占60%的市场份额 2007年 分家以后的安尼尔宣布投资25亿美元 启动印度历史上最大的农村电信基建项目 覆盖45万个村庄 要把整个印度拉入移动互联网时代 华为因此卖给它很多的设备 依靠在电信市场上赚的钱 安尼尔的身家差点就超过了哥哥 2008年福布斯排行榜 穆克什430亿美元全球第五 安尼尔420亿美元排第六 2005年分家的时候 兄弟两人向母亲保证 10年内都不会插手对方的行业 2016年 10年时间刚刚过 哥哥穆克什就立刻成立了 Reliance Geo进入电信行业 照抄弟弟当年用股的烧钱战术 仗着钱多一点打垮了弟弟 因为价格战 2016年印度移动数据的价格是 1GB20元人民币 2018年就只要1元人民币左右 英国电信巨头沃达峰在印度投资了200多亿美元 希望能够成为印度最大的电信运营商 但在Reliance Geo出现后 沃达峰的业务被打垮 甚至考虑放弃在印度的业务 目前印度沃达峰还在面临诉讼 法院要求支付脱欠的70亿美元税款和罚款 跨国巨头都活不下去 弟弟安尼尔的公司更加困难 2017年底 安尼尔宣布退出移动通讯市场 2019年 印度最高法院要求安尼尔给合作伙伴安利性还钱 这笔债务不到6亿人民币 但是安尼尔表示没钱 情愿去坐牢 在还款截止日期的前一天 哥哥穆克什帮忙还了钱 安尼尔很感激 说哥哥的做法体现了家庭的重要性 穆克什作为一家人也就不客气 收走了弟弟的一部分资产 去年安尼尔的通讯公司宣布破产 总债务600亿人民币 劝中国国开行 中国工商银行和进出口银行 一共150亿人民币 今年两月份 这三家中国银行再次起诉安尼尔 安尼尔直接来涨 说自己持有的股份只值几千万美元 资不抵债 当然 企业破产和个人破产是两回事情 安尼尔在其他公司还有很多资产 这只能说明 哥哥穆克什在通讯行业已经彻底击败了弟弟 印度其他大财团都至少有两三百年的历史 现实工业集团到现在只传承了两代 穆克什的父亲当初是怎么白手起家的呢 穆克什的父亲迪鲁八一是一个吕布韦式的人物 擅长经商 更擅长搞政治投资 1932年迪鲁八一出生 16岁那年 印度刚刚独立 他一个人去野门 在撬牌公司的加油站打工 他发现野门的加油站没有便利店 于是说服加油站老板出钱建小卖部 自己来经营 想卖部的生意很好 他很快就被提拔为了地区经理 经营便利店的时候 迪鲁八一发现野门流通的很多银币 含银量高于面值 他用纸币大量收购银币 然后把银币筑成银条运到伦敦去卖掉 三个月以后 野门政府发现市场上流通的硬币数量不正常 把迪鲁八一遣返回了印度 那一年他26岁 带着野门赚的钱 迪鲁八一继续和野门做生意 向野门出口香料 从野门进口锯纸纱布 60年代开始 国大党政府鼓励私营公司生产尼龙 1996年 迪鲁八一成立了信实纺织品工业公司 很快就成为了印度最大的纺织品牌 1977年 信实纺织品工业公司上市 这是印度最早上市融资的私营企业 同样是在1977年 尼赫鲁的女儿 印迪拉甘迪大选失败被迫下台 迪鲁八一认定人民党不行 印迪拉迟早回来 于是他公开出面支持印迪拉甘迪 1980年 印度重新大选 迪鲁八一给印迪拉掏钱 帮助他再次当选总理 印迪拉甘迪重新上台后 用政府力量帮助信实纺织品公司 打压其他大型纺织品企业 一年时间就让信实纺织品公司 控制了印度纺杀产能的50% 第二年 政府发放巨纸纤维生产许可证 400多家企业申请 只有信实和另一家公司 获得了许可证 再过一年 另一家有许可证的企业也退出了竞争 原因是迪鲁八一垄断了 主要原料的进口份额 1984年 印迪拉甘迪被刺杀 但是迪鲁八一依旧和政府 维系了良好关系 并在90年代进入石油行业 1988年 穆克什在孟买附近 买下了700英亩的土地 建立炼油厂 每年处理600万吨的石油 三年以后 信实炼油公司正式成立 这是印度第一家私营石油公司 1993年 信实炼油公司在纽交所上市 信实集团的资产突破百亿美元 1997年 穆克什决定投资66亿美元 在印度建造一个石油加工厂 规模会是当时印度 所有炼油厂产能的两倍 因为这个投资太大 项目在集团内外部都不被看好 在穆克什的强行推行下 工厂不到三年就投产 年产3100万吨 直接帮助印度实现燃油自给自足 还能够出口成品油 第二年迪鲁巴伊在海外 发行1亿美元债券 期限100年 同时还发行了 2.14亿美元的30年债券 打破了亚洲海外发债的记录 投资者已经相信 这是一个百年财团了 2002年 父亲迪鲁巴伊去世 穆克什凭借对石油业务的控制权 成为了集团主席 然后就是前面两个兄弟竞争的故事了 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 国内的交通问题 4月17日 浙江宣布了100多个交通项目 总投资超过3.2万亿元 说这是未来30年的交通发展规划 其中包括护航超级磁悬浮 我记得10年前就有关于护航磁悬浮的新闻 现在是真的要落实了吗 10年前我们就知道磁悬浮跑得快 目前的轮市高铁 从航中东站到上海红桥火站要一个小时 换成磁悬浮只需要26分钟 这能够缩短一半以上的时间 大家讨论了10年 也没有建成护航磁悬浮 说明这个项目的问题也非常多 首先就是成本问题 10年前护航磁悬浮的预算是350亿左右 现在差不多1000亿 修一公里磁悬浮轨道可以修五公里的高铁 还有就是技术限制等题 2000年朱总理去德国参观考察 试证过西门子公司的磁悬浮列车试验项目 对西门子的技术非常满意 出国以后 我们朱总理就想跳过高速的轮轨阶段 直接的用物件用磁悬浮 当时的科技部副部长徐冠华和其他一些专家都表示赞同 这个想法最终没有实现 除了造价问题外 主要原因是中国没有技术 当时的磁悬浮系统控制技术是西门子的独家秘密 不愿意技术转让 只能花钱买设备和服务 从西门子进口一辆整车需要9亿人民币 我们现在用的高铁技术也是从欧洲引进的 为什么欧洲公司愿意转让技术呢 因为市场够大 轮式高铁可以和传统铁路接轨 甚至可以降速直接开到原来的线路上 所以可以逐渐替换旧线路 形成很庞大的高铁网 现在中国的高铁网里程已经让世界一半了 当时的欧洲公司看到这个前景 舍不着市场 所以愿意转让技术 虽然负列车不能到普通轨道上开 所以只能在车轮上最密的干线少量使用 这个市场不够大 所以不能像轮舍高铁那样用市场交换技术 从中国方面看 在引进外国轮舍高铁技术之前 中国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 体道部做过两代实验车 蓝剑和中华之星 虽然技术不过关 事故率高 很快就退役了 但是这也足够作为对外谈判时候的筹码用来砍价 在这个基础上 从2004年第一列CRH5动车组整车引进 到2014年CRH5完全实现过展化 中国花了10年时间才基本完成 但复兴号必须依靠一部分庞马迪的技术 和轮舍高铁相比 高速磁悬浮列车的市场很小 没有大规模的长期产业需求 也没有办法通过技术引进形成人才梯队 只能搞纯引进 为了验证技术和经济指标 上海修建了一条试验性的磁原浮线路 从龙阳路到浦东机场30公里 用全套西门子的EM4电磁力悬浮技术 这套技术的优点是技术比较成熟 缺点就是耗能高 限权需要频繁更换维护 每次维护都要给西门子交一笔高额的专利费 从2004到2006年 三年期间 上海磁浮线层亏损超过10亿元人民币 同时这西门子的列车对抗风阻的能力差 全岁一行的时候 有80%以上的电能消耗 要用来对抗空气阻力 上海试验线提供的数据不乐观 货航磁原浮项目拖到2013年正式取消 磁原浮问题这么多 为什么现在又要重新立项呢 从地理条件来看 如果要在中国修一条跨省的磁原浮线路 货航线的确是最好的选择 磁原浮列车速度快 每次停车的能量损耗都很大 另外磁原浮列车不能和其他火车并轨 必须走专用线 所以也不能随便停进原来的车站 这样的交通方式最好就是点对点交通 中途尽量少停车 如果是上海南京之间搞磁原浮 中间的经济强势 比如说苏州 无锡 镇江 长州 这都要被甩下 这显然不合理 从上海到杭州的情况不一样 一方面两个城市的经济都很发达 人员流量大 另一方面 中间只有加兴一个城市 其他城市基本不值得停车 所以可以考虑磁原浮的方案 杜公 新华社此前报道 4月28日凌晨 中国首列商用磁幅2.0版列车 在长沙磁幅快线跑出了160公里的时速 完成了最高设计速度的达速测试 标志着中国自主磁幅技术 在中速领域的攻关取得巨大成功 这个技术和护航磁悬浮项目有关吗 在长沙测试的是低速磁悬浮项目 和前面说的高速磁悬浮项目有本质区别 目前运营的低速磁悬浮项目已经很多了 比如说日本爱之县的东部秋陵县 韩国人员机场的磁悬浮项目 中国也有两条正在运营的低速磁悬浮项目 长沙磁幅快线和北京的地铁的S1线 低速磁悬浮功率小 速度低 没有提速的潜力 主要是作为都市通勤使用 如果真的要搞护航磁悬浮铁路 我们还是要依托国产技术 和欧洲先进企业做长期博弈 低速磁悬浮在这种谈判中上不了台面 不过和10年前相比 中国最近也突破了一些高速磁悬浮技术 2019年10月 青岛四方公司和诸州电机公司 攻克了高速磁悬浮的三项关键技术 电磁体 长定子直线电机和磁浮变压器 两周以前 4月30日 实验车辆在同济大学上实验线 创造了60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记录 只比日本实验列车的记录慢了3公里 这有了自主知识产权 哪怕这一部分自主知识产权 谈判的底气和筹码就完全不一样 如果要再找新闻子去谈判 引进磁悬浮技术 这一次中国能有更有主动性 航空最近重新提起这个祸行磁悬浮项 这应该是原因之一 好 115期视频下游到此结束 感谢各位收看 我们周日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